好,那么这就是硬盘门的经过了 其实主流媒体同时 我们知道美国的左派媒体也对川普意见非常大 非常痛恨 所以跟拜登的爆料门相提并论的 就是川普也被他们爆出 首先是在辩论之前 说他有一年纳税只有750美金 这确实是能够体现他的个人品德问题 后来川普爆出在中国还交了18万的税 还专门有一个空口公司来交税 但是川普他毕竟也是在上任之后 跟中国也好像没什么来往 但是之后中国还是替他免掉了 德意志银行的两亿元的债务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我下一个节目也是要提到的 也是作为一个证据 然后他还有更多其他问题 高尔夫球场、马拉各庄园、其他庄园、华盛顿酒店 一年这两年的收入达到了7000 加7000大概1亿4000万美金 很多的收入呢都是他去 然后呢总统消费 职务消费你知道吧 他虽然只拿一美金的收入 但是他去招待客人就在他自己的庄园 相当于自己开一个酒店 单位的什么招待业务就到自己家酒店 然后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他的对 还有他全球各地的高尔夫球场 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名气都去打高尔夫球 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权钱的一些关联 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是 虽然不拿工资 但是他因为自己是总统 他的这些产业给他赚的是盆满钵满 与此同时他还报税 还给伊万卡的什么法行师报了多少 10万美金 还给伊万卡的咨询公司付了几百万美金 这个东西跟拜登几乎可以相提并论了 但是这期我们不说川普 主要是说拜登 毕竟这个是最后给人的印象 就是世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现在有其子是不是有其父 所以拜登形象是大损 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川普感染新冠之后 到硬盘门爆出之前 可以说基本拜登是稳赢了 当然今天晚上我发了个小新闻 开玩笑说拜登稳赢了 我看这个趋势 我觉得可能他也能够赢 但是现在德克萨斯已经翻红了 咱就过二再说 差的也不多 那么就是说 如果没有硬盘门的话 拜登当时领先是10% 现在后来出了硬盘门 一直下降到最低是7.1% 就是拜登的形象还是很坚挺的 其实也就是说对川普的反感 还是很坚挺的 这个事件确实给他造成了打击 这是一个选举操作 好 那么介绍一下拜登这个人 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出生于1946年 1946 1942 40年代初 是美国叫陈末的一代 就是在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 这一代人 他跟二战以后的婴儿潮 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相反 40年代的人生人很少 因为在战争时期 这一代人很少 那作为一个在美国的白人男性 他获得的机会就非常多 所以他的教育机会就很好 收过很高的教育 然后这一代白人男子 是就是后面几十年当中最岁月静好的一代 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竞争少 机会多 受的教育好 当时还有种族隔离 他们的自我优越 优越感非常强 他们的价值观偏向保守 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 就会变成保守的共和党 会削减福利反对移民 如果是民主党 他就会比较保守 也会比较保守 但是说如果在那个年代 一个白人男性成为民主党人 那就说明他这个民权意识是很强的 拜登读大学是读特拉华大学 当时种族矛盾也比较尖锐 当时拜登又比较同情黑人 参与了民权运动 所以很多人说 就拜登是一个老好人 有的媒体工作者还称为他 nice old man 执意就是老好人 就是说这个人平时就很善于打交道 脾气温和 不温不火 不得罪人 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 经常和底下工作人员谈笑风生 所以他的个性就是那种 很温和的 不是很鲜明 跟川普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从政47年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有棱有角的印象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的天性就如此 而拜登的这种对政策 或者对经济路线 也偏向于一个中间路线 不管政治经济 在最近的黑命贵运动当中 他既是想限制警察权力 反对一些警察的 用暴力的豁免条款 他也反对 就是彻底削减警察的拨款 他是比较走实用主义道路 也是像那个默克尔一样 走一个中间路线 他也不是极左 他不是美国的极左 他也谁也不想得罪 只不过他这种性格 在现在已经日益极端化的世界里 他两边就不讨好 所以川普那边是 根本就不在乎政治正确 就是走激进路线 煽动性路线 说的话都非常极端 你不能仔细的去剖析 他都不科学 但是他可以煽动情绪 那么拜登的经济政策的 简单来说 上次我们曾经有一期 曾经说过四个高 高赤字 高福利 高增长 然后高就业 不是高就业 是高什么的 高税收 首先 他的高税收 是要废除掉之前川普的减税 当然川普减税 主要是给大公司 和40万以上年薪的 40万年薪 在美国是非常富有的了 主要是削减了他们的税收 然后民主党就要把它取消掉 但是 哈利斯说 上任第一天就要取消 但是其实很难 因为要通过国会 然后就是经济复苏方案 拜登 哈利斯他们提出的是 在三年内 每年要有两万亿的财政赤字 他是比克林顿当年 财政赤字要增加了三倍 但是他们计算 可以推动经济平均增速 达到4.2% 有经济学家测算 其他川普的赢了 或者是拜登赢 但是采取保守的经济策略 增长率都要低一些 所以就是川普的 而不是拜登的经济策略 就是高投资 高赤字 然后推动高增长 的缺点呢 就是他这一套 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 毕竟奥巴马八年 也是10万亿的赤字 所以美国赤字规模 已经达到了今年GDP的16%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今年的GDP赤字 为什么高 是因为有疫情 那明年如果拜登当选 他有新一轮救助计划 跟今年是一样的赤字水平 那美国的赤字就越来越高 只是说呢 像我在澳洲SBS电视台 接受采访之后说 如果他能够推动高增长 然后高科技 然后再有高科技的回报 然后呢 再把这种通胀向全世界转移 那么他可能完成 他这个经济的这个闭环 自我的逻辑 但是如果之中缺了一环 如果是在跟中国 特别是他要取消跟中国的关税 跟中国继续做生意 如果吃亏了的话 被中国在高科技行业打得措手不及 或者追赶 那么他的回报率不像他预计的那么高 那么他这个四高的政策就维持不下去 然后另外呢 他就是一些发展绿色能源 就是保护地球 这些呢 是一个长效计划 他的起效不如向川普降低环保标准来得快 所以对人的吸引力也比较低 工资福利 要提高最低工资 增加那个穷人福利 这些也非常不利于美国参与国际竞争 美国现在已经非常的福利 已经其实挺好了 我们一个现实中的朋友 在马里兰州民主党的一些政府机构吧 专门就是发福利的 给每一个非法移民一年8万美金 像我这么点灯熬游 天天熬夜做节目 收入就是远远抵不上一个非法移民 所以这就给美国的竞争力 也是打了个就是造成很大的问题 大家心里觉得不平衡 然后呢 纳税人的钱又花到了这些地方 不合适的 这个非常高的福利 当然川普上台以后 马里兰州虽然是兰州 但是也削减到了5万 如果是拜登上台 说不定要提高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当然民主党对美国的其他政策 极左化的政策 福利 什么多元文化 对城市 或者非法移民的这种容忍 这都是 就是美国人更加关心的问题 华人呢 可能更加关心 川普和拜登哪个对中共更狠一点 那个我们在下期节目说 然后还有就是医保 川普确实没有一个全民医保 现成的计划 他上次在电视上展示的 技术话书画里面都是白纸 他说但是我们有一个计划 比这个奥巴马医保要好 但是他实际没有拿出来 那么如果这次拜登赢不了的话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 好像不正常的 因为迁徙一代和Z世代 就是2010年的人呢 他希望现在美国 为什么民主党这种极左政策 黑命贵 能够赢得那么多人支持 就是因为迁徙一代 这种Z世代的人 希望有大政府 希望政府来管更多事情 气候变化 种族主义 特别是经济不平等 这就是民主党应运而生的基础 而不是像大家认为一个民主党的领导人 或者一个共和党的领导人 就可以扭转美国的趋势 其实不是 哈佛青年 哈佛一个8月份的民调数据 显示在18至29岁的青年人当中 拜登的支持率比16年的希拉里 和2008年的奥巴马都要高 而今年也就是迁徙一代 就是81到96和Z世代 97到12 人群占到所有合格选民的40% 所以今年投拜登的人多 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 所以你要搞清楚一点 不是因为选了拜登 美国要左转 而是美国要左转 所以产生了像桑德斯拜登这样的人 在18到39岁的美国受访者当中 60%的人表示他们宁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 当然是北欧式的福利社会主义国家 不是中国这个 比2019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迁徙一代啊 年轻人还有像金融公司和华尔街啊 和科技公司 目前非常一反常态 都不喜欢川普 照理说川普当选也不是应该经济高歌猛进吗 放松这个金融管制吗 但是现在啊 华尔街就是说把筑压在拜登身上 当然有的人说是为了跟什么全世界的资本啊 做生意搞的又搞全钱交易 但是这个他们呢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说 呃就是拜登呢 会对美国经济啊 进行一个财政投资啊 会有大笔财政支出 虽然是提高税收和加强监管 但是呢 呃 民主党他是建制派 他相对于川普来说建制派 川普的个人风格太飘逸了 呃 这些华尔街的公司因为对消息面啊 特别敏感 他们觉得 这个川普一天发一个推 这个让他们无所适从 呃 让他们会感觉风险会格外的大 会有损失 呃 高科技企业呢 也因为川普的这个政策经常变动 呃 所以就是不好做一个中长期规划 所以这次华尔街对川普对那个拜登啊 他的民主党的政治捐款是2.65亿美金 呃 共和党是1.65亿多了1亿美金啊 给共和党的呃 给民主党的要多很多 这个是在以前呢 是虽然说啊 华尔街精英好像比较支持民主党啊 但是这一次呃 科技企业和华尔街都来反对这个川普啊 也是跟四年前也不一样 四年前很多人还是支持这个川普的 所以说呢 民主党是有它的缺点啊 有点左倾啊 尝试背离控制媒体 甚至啊作弊啊舞弊啊 黑命归运动过度的这种强调弱势群体的保护 然后突破规则啊 过度政治正确让人觉得有点太过了 好像有点像中国了啊 但是毕竟它制度还是跟中国不一样的啊 另外还有教育平权问题啊 给底层少数多于过多权益 损害白人和华裔的权益 但其实华人呢是最受气的 反正谁当政谁都倒霉 华人挺川其实也挺倒霉的啊 这个我在下周就说了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大家宁可去忍受这样一个 有很多问题的民主党啊 甚至拜登啊 本人还有贪污啊 灰色交易的嫌疑 还有点老年痴呆啊 今天网上又有在拉票过程当中 又把他的亲戚连说错好几次 什么一会儿是女儿 一会儿是孙女儿 一会儿是别人的女儿 那大家为什么还是要去 很多人去投拜登呢 那么这次大选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上次是沉默的支持川普 这次是沉默的支持拜登 为什么要支持拜登这样一个人 其实都不是支持他了 都是因为讨厌川普啊 那么为什么会讨厌川普呢 川普会对美国做什么 那又为什么很多华人会支持川普 特别是海外华人 特别是反共华人啊 他们支持川普 主要是因为觉得川普能反共 很多人都说川普能灭共 觉得好像都欢聚一堂 觉得要开这个庆功会了 觉得过几年中共就被川普干掉了 这是我下一个节目里的主要内容 我给你分析一下 川普是不是能把共给灭掉 我也会在那个节目里正式表明 我到底是比较支持谁 川普还是拜登 比较希望哪个当选 那么下个节目呢 其实是大选前 最后一期关于这个大选的节目 会非常精彩 敬请期待啊 所以大家呢对拜登的硬盘 没有什么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里留言讨论 我也会选择一些留言 在我个人频道审视多事 做一个直播式的回应 从下周开始 那么下面呢 我会再做最后一个节目啊 今天真的非常累啊 但是做完了以后 可能还有时间直播 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好的啊 我们过会儿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边的电话 我们下周到最后 请期待 请大家下周到 mondo 请请来 感谢观看